巴村磊和胡人队员施罗德得知交易发生时都是什么反应 施罗德无奈摇头 这就是生意 巴村磊笑容藏不住 北京时间1月24日 NBA赛季中期第一笔中棒交易打响交易期的第一枪 胡人送出纳恩和三个次轮到奇才 得到2019年第九生涯的巴村磊 这笔交易帮助胡人得到了极战力 并且填补了目前浓眉不在风险上的空缺 其他也为虚约库子马腾出了交易空间 并且得到了纳恩和三个次轮选球权 而值得一提的是 巴村磊最后一场为奇才效力的比赛得分锁定在30分 以这样一个方式离开 无疑记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那么巴村磊得知交易发生时是什么反应呢 只见当时记者在采访中向巴村磊透露了这个信息 而巴村磊的笑容则暴露了他的心思 本赛季巴村磊登场的30场比赛中没有一场首发 并且球队也没有将他那位未来发展的一员 这笔交易对他来说无疑是越早发生越好 而作为呼人球员的施洛德也在直播中被网友耽误提醒的交易发生 施洛德则是表现得一脸震惊 并且回顾身后对网友说 不行 我得去发个短信 应该是送别队友纳恩 并且欢迎新队友 所有他摇了头无奈地说 没办法 这就是NBA 这就是生意 感觉表现得并没有太开心 那么各位球迷认为 这笔交易呼人是否赚了呢